这边就是贵州镇严谷镇 你看这镇严谷镇在街道上 行人都没几个 更不用说游客了 你看这店面 那么多店面都关住的 这开车的都是要出租 你们往不出租 以前那个非常非常热闹的 这个镇严谷镇 现在的话要彻底凉了 底下的游船更不用说了 一个游客都没有 这个是历史建筑 基本上都是空间面 这个镇严谷镇的话是五围景区啊 你看一下这五围景区你看这街道上很不如一个小镇啊 一个小镇也是比这个 比这边热闹啊 这镇严是一个县嘛 你看一下能有几个人吗 彻底凉了 彻底凉了 细细缩缩一些店面 有的有开有的没开 这两家餐厅 新浓门客栈 我记得前一个五六年我就来过 那是非常的热闹啊 哦 现在再往里看一下 是不是跟小镇一样 没什么能 哇 全部都是美面出走 瞎冷了 你看 人都没有哎 是吧 虽然愿意走 走来了也没用 就前面一个老人家卖东西的 你看一直在我前面 煮了那么久的肉也没看见他卖出去 去东西 下午三点钟左右他就关门了 没声音 这个街道的话全部都是石板路嘛 你看石头的 所以车子一过的话声音很哗哗哗哗哗 你看 其实就这么几部车 少说明主服事 有本地的变者 是不是没有游客 灯在门面都是垫着 灯在门面转让出租 这镇厌古镇的下场怎么这样子 你看是 少数民族服饰 以前很多人租着少数民族服饰的 拿出来照相 没生意 前面那个老人家挑了一单东西的 也没见他卖车去什么 挑了一单不知道是什么 整栋转让 都是整栋整栋的转让 对面也是 一家有开就联系几家都是关门的 这边也是 看一下 开一家几家都是关门的 出树 哇这公交车都是空的 公交车上都没什么人 前一个五六年的话 那公交车上都挤满了人 都是空间 对面 对面那个山很高 上那个山上要门跳的 这一家店有开就联系两三家都是关门的 你看这对面就这一家店开着 然后全部都是关的 一二三四四家 这边个炎帝宫 虎神庙这虎神庙都关门了 以前在虎神庙是免费进去参观的 你看这个是炎帝宫的 虎神庙好像建于年曹了 很古老 现在也没有开门 打门紧闭 总之就是没有游客 没有游客的吧 这个真的不如一个小镇 苗里酸汤鱼酸汤鱼也要转让人 上 一部警车在那边一直闪了 到这个桥头 在这个桥上在桥最出名的 古桥啊 哇 一个游客都没有这个古桥 你看一下 这座桥非常的古老 这枫叶开始红了 哇 根本就没有游客 以前在桥上啊 很多人啊 很多游客在这个桥上来照相的呢 整个镇眼古镇的话 就是这组古桥是最热闹的 人家现在这座古桥你看一下 细细细细细能尖到几个来 而且 看着这些都是本地人的 哦 底下的游船你看 全部空的 就一个本地人推着一个小孩子的 啊 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这个5A古城 这边风景倒是不错 你看这边的山很奇特 风景是好的 这是没有游客的 你看一下这座古桥 你看一下 一个游客都没有 那个的我一看就是本地的 你看提着一个那个带子 买了东西 是 现在两边的游客满满的 很多人来这边照相的 因为这个位置风景好嘛 你看一下 是 真没想到 5A景气软了成这样子 也就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嘛 我记得5年前我就来过嘛 那是还很冷 短短三几年的时间就是 完全暴落了这个过程 农场客院 这边的房子很老 以前连接阵子一路上去都是游客 这上面有一株巧拉 从那边捞过来 我现在去捞一圈看一下 哇 走在这个街道上就我一个人 这路上非常的安静啊 你看一下 很凄凉的感觉 是吧 我从这样子桥上那样子捞过去 捞了又回到那个那一座古桥边 在古代的吧 这个正眼线的话 是所谓那个金屎药塞 因为它的地形非常的炫耀 你看一下 是吧 一条河 两边都是悬崖峭壁 然后只有一条路 是吧 再转过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边的话 你看连路都没有 所以它只要锁住那个关口的话 就 就过不了了 你看这边的山 所以这个地方在古代的话 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嘛 没有游客 车子都没击波 这底下的这个床啊 都在这边发霉了 哇 那石头上K这几个字 那是什么字 这什么草的 K的呢 咸呀叫壁 心乖叫壁 这个栏杆都是裂掉了 你看 看一下 原来对面还有一副人家 就见到咸阳下面了 你看一下这一路下去的店面 全部都是道手紧手关门的 以前都是客栈 以前这边很多人的 因为这边就是靠近那个桥土 你看现在冷落成什么样子 对吧 在路上连行人都没有 看整栋出租 通通完蛋 估计没有几家能撑得下去 有些还苦苦支撑的 就是等着那个疫情结束 是重新新冠起来的 咸牙峭壁的 很高 又跑到这个古桥边了 你看这古桥边是没几个人 这栋桥倒是很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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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栋桥的 接下来的栋桥 这是一个栋桥的 是一栋桥的 这栋桥的 老师也会在那之间 真的没有几个人 这栋桥的 是一栋桥的 谢谢大家